我们一开始的动机就是说 希望这个植物它能够跟这个纺织品这边来结合 所以以至于我们在设想的 就是把我们的这一块布 它变成是一种植物的土壤的一部分 就是取代土壤 它更大的贡献 应该是把这一个比较轻量化的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布发源 它运用到这一种所谓的建筑物的身上 去做所谓的节能的领域 那这个动机其实它能够解决这一种 从美化绿化到节能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在做立体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它就是创造一种空间 然后这种所谓的纤维土壤 它又不能流失 那外层这一段的立体的这一个空间 它就会变成是 永远植物在生长的这个空间 而且它里头的立体是要相通的 因为植物它需要生长的土地面积 那这个面积 它里头如果没有相通的话 它的根 它就没有办法活在一个 它比较快乐的比较大的空间 所以这个立体的部分 必须是这个概念 还有立体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你做了立体之后 它也有所谓的强度的问题 因为毕竟你必须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3D立体 去做所谓的垂钓 或者是所谓的高空的这个铺设的时候 它要有强度的问题 所以你要创造立体 而且要创造这种所谓的 补强体这一件事情 它是一起并存的 那我们一次呢 可以把3D立体把它织出来 创造我刚刚讲的这两种的元素 它都能够兼顾 我们兼顾了美化绿化到建物的节能 然后呢 把这样的成功的概念呢 从台湾然后种到全世界呢 全世界的人 他会认为台湾是非常有智慧的 来解决能源的问题 这是我们最高的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